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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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皮也可以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是清朝時期的 郭上仙的一個書法作品 那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十萬 怎麼辦 訪的 我覺得他是個老訪也是高訪 因為我是白 我現在說的就是 第一個 他這麼大當然難寫 可是 夏里我剛才說的 心雲流水很流暢 像我 他的行氣 其實他 你注意看 堂弦作霸 一隻一隻 不是那麼順暢 然後寫到這邊 墨都沒有 這個字他也不像 跟前面的對不起來 你說哪裡對不起啊 就是行氣 他自己就是他的... 他的... 這個 因為他到了就很草率 你知道嗎 他沒有膜 他要拖 但是這個人是高手 然後而且... 沒有看到他拖 像他上面那個官身那個... 他第一筆都很重 但其實這是高手寫的字 真的有看到 你說代 道具 聖跟上面那個字 你說這個精密聖 這三個字 這個地方沒有... 這個地方可能有一點問題 墨設有問題 墨設 墨設也是會有問題 因為這大... 字大寫 每年都要寫字的 我有寫很多春年 你不想我等一下拿給我的 我寫字給你看 我不是名家 但我沒有戲 我沒有帶來 那你的作品能不能珍藏 可以 還有人自己這樣子講 我的字一個字 你有朋友 我送朋友朋友拿去 道路拍賣 五千塊 人民幣一個字 但是我... 來... 好 你等一下當作揮好一下 重點還在這裡 這個鍋上先 你自己簽名 這個... 你不要拿他們... 這個... 他的簽名的地方 你注意看 這個筆觸是草帥的 這個鍋 你自己會生 每天你生 不可能生這樣 因為... 這筆下去以後 這個... 那個鍋有點... 就是... 不負責任的 不負責任的鍋 對... 然後那個... 上也是 鮮更草帥 那你說... 這麼大粒的粒 第一個糖字就很有... 很有氣勢很旺 糖弦就開始有點弱 然後最少那行氣 一些字的間距線 也不是很流暢 這是我覺得我質疑的地方 我們參考 但是你寫你的名字 你不可能這麼草帥去寫 我現在在拿的這個 鍋上先 兩個字差異很大 你... 你這個鍋的耳朵 那個... 右邊的耳朵 它不揉下去 就燉在那裡你知道嗎 你燉在那裡... 你這個字要寫第二個字的時候 那個不會... 你不會燉在這裡 這正來的聲音 你不會燉在那裡 所以它一隻一隻縫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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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那個鍋字還是有差 有差啦 鍋上先的印譜 右邊 其中這個... 比較像的是哪一個 比較像的是... 應該是... 這個是... 這一個 對 這個的... 它... 過度的工整 它... 它... 那個也不對 它的上也不對 對... 這兩個字 對... 跟它那個... 裸椰鍋 上先印 這個比起來就... 你的印譜裡面 其實都跟它的都沒有 有生了 但是... 不是那顆啦 都沒有 藍石... 藍石的這顆沒有 藍石只有它的... 藍石上面那個陰顆 這個陰顆 兩個陰顆 它沒有... 它沒有陽顆 所以這個已經... 完全不一樣 都拿不起來 所以說你買的時候 你可能就沒有去注意這個問題 對不對 你可能就看到... 這麼大廠 五上千 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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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他好賺啦 譬如我問一下 張先生 他這個... 他這個... 如果是房子的書法家 他算不算是有功利的書法家 他是有功利才敢房 而且寫這麼大張 因為... 所以我把這個 是無縫的價格 我把你給10萬元 我是不是給10萬 10萬 對 我去... 因為這麼大一張 而且這老房 不是現在科的 你還有表工的錢 都要算進去啊 這個大概幾年啦 這個應該... 民國初訪的 這個老房 因為他這個紙跟... 紙張跟那個... 紙形都... 他那個紙好像不太老紙 是老紙 是老紙 沒關係啦 這可能回去要好好地 再珍藏一下 我覺得這放在家裡面 非常的不錯 好 除了書法作品之外呢 那個張先生 你也很喜歡喝酒啊 沒有 我不喝酒 你為什麼會收藏這個酒呢 喜歡品質 對啦 我告訴各位 他今天帶來的酒的話 我說實在 我覺得你剛剛那個書法 賠掉就算了 我覺得你酒被賠的可能性很高 更高 他買了這個一堆酒 就花了13萬 是澳門回歸的紀念酒 一看就知道應該是白酒類的 白酒 對 白酒 那這兩瓶酒的話呢 因為它的一個特殊性 它總共全... 應該講全世界啦 對 聽說總共只生產了1萬瓶 1萬瓶 對 然後呢 這是為了這個澳門回歸的時候 所出的一個紀念酒 對不對 對 然後你在哪邊買到的 這也是在我們這邊的收藏家 買到的 你不是跟那個酒商買的 你是跟收藏家買的 因為1999年出來 我大概2001年買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就是一對 他是要賣一對的是不是 對 他都是一對 好 來 老九霖 你看那個 我看這個 我們把它打開來給觀眾朋友看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上面有寫了一個 是澳門酒業有限公司出品 然後另外的話上面有寫什麼 大吉品奧特純 好像不太好聽 奧特純 好 來 這是一對 那個做得還滿有樣子的 來 收藏證書 收藏證書裡面呢 中英文版全部都有 然後它上面寫什麼 訪清乾隆 然後呢 底下還有一個 最底下這邊 北京故宮什麼 監製 對 酒廠呢 酒廠到底是什麼 酒廠好像是 四川一個三星堆 來這邊 在這邊 三星堆古酒 澳門酒業有限公司監製 四川三星堆明酒酒業有限公司出品 慘了你這個 為什麼慘了你知道嗎 對 你知不知道四川酒廠有多少家嗎 很多 最紅的是哪一家 也不會是這一家 像茅台是在貴州嘛 茅台是貴州啊 對... 但我記得武良益 武良益就是在四川 對 然後宜兵那邊有好幾家酒廠 對 全部都是知名的酒廠 那四川的話 他講三星堆也沒有錯啦 三星堆的那個 古屬文化的發源地 其實就是在四川那邊 只是這聽起來 三星堆好像有沒有到很有名 我說三星堆酒業喔 因為既然已經有武良 酒業未必是釀酒 酒業有時候是買別人的酒來勾兌 也可以叫酒業 對 那他會用到武良益的酒嗎 會啊 很多啊 因為那時候便宜啊 武良益當時是很便宜的酒 它並不是太貴啊 是 對 它這到底是什麼酒啊 濃香型的 濃香型的什麼 高粱 白酒 白酒 不能講高粱 它是濃香型的 可是它裡面有放高粱 它有啊 高粱 主要原料是高粱 但是它還有其他的米啦 麥啦 之類的 豌豆啊 都有 豌豆也有 都有 就是武良益的雞酒下去做勾兌 它的味道聞起來是這樣 你這怎麼 香料 它這個還有那個耶 來 給各位看一下 專賣評證 對啊 專賣評證 這個是台灣煙酒購賣局的專賣評證 這個會不會 而且這上面的話還有代理公司 你這個會不會只是針對台灣來賣的啊 你這個可能性很高 可能性很高 代理公司還沒有 這個故事很多啦 我之前就遇過了 有人要賣我 對 有人要賣我 賣這個嗎 對 但是它把證書 好像是把那個什麼限量一萬坪的 把它拿走 它就留一個普通的證書給我 沒有 它就講一個故事說 只出一千套 對 對 它那個是888 對 它是888 說只有一千套 那我知道它是一萬套 對 因為你的證書完整 它的證書完整 有啦 它這邊有寫啦 來 給各位看一下 2936 對 2936 當時我看到那一個是888號 你那個號碼還比較漂亮 對 可是它開的價錢更漂亮 他開了多少 50萬 50萬喔 對 張先生 你開的價錢好像沒有到 那麼漂亮 沒有 我有建議他去賣啦 我說50萬我沒辦法接受 張先生開的價錢其實也滿嚇人的 他開了20萬 來 50萬我有建議他去賣 去龍巴塘賣 你怎麼這麼怕呢 沒有 他20萬就不用到那裡了 這個酒精度數是多少 52 52度 好 來 我先 張先生你自己購20萬喔 對... 我先問一下13萬 你為什麼會願意買 就是... 瓶子漂亮 沒有看到 對 瓶子漂亮 它的瓶子是手工會的 手工會的 它這個有撈嗎 有 還是有蒸肉 因為那個啦 那個可能有 這個好像還沒有 你那個可能已經有 你今天要請人 我做這個 我們節目裡面再久沒睡酒了 好 來 老酒臉可以嗎 可以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澳門的一個 回歸的一個紀念酒呢 買入價格是買在13萬 它是一個... 一對的一個酒 那已經收藏多久了 也是1999年那時候買的 沒有... 大概晚兩年 01 大概13年 好 大約已經收藏了十多年的時間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8萬塊 還不錯啦 我剛剛有被盤已經賣了 沒有錯 這個故事喔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888 他騙我說只有1000套 他要賣50萬 我說這個我沒辦法接受 他說問我去哪裡賣 我說龍巴糖 我真的是這樣告訴他的 那其中一個原因是 那個酒很容易蒸發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 他的酒是香料的味道 所以基本上他是 買他的瓶子 是手工化的沒錯啦 但是限量一萬套也是太貴了 第二個 他沒有國際市場 如果今天這個 是夫妻加斯的肯拍他 就是寫五良益 我想這個價值 絕對有你講的20萬 甚至超過 好高過 對 可是他並不是五良益集團 五良益那個公司做的 而且他這邊寫一個很好笑是說 這邊有寫 他是寫北京故宮國務院 平行監製 平行 他並沒有說北京故宮院監製 授權監製或什麼的 不是他的保證 他不是平行監製嗎 就是那個瓶子 平行監製的解釋很多 所以我相信他絕對不是 北京故宮國務院出奏武拳 或者他出的 或者是他們共同合作的 他只是寫這個平行監製 那他可能是問他這個形狀 對不對 這個形狀可不可以給我們用 就是這樣 而不是他北京故宮國務院 就是參與來做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有一點與病 那因為這個東西在台灣 包括古域的鑑定出了什麼 包括北京故宮國務院的參與什麼 那個都是騙人的 絕對不可能 那所以這一瓶酒 我們是以他的手工畫的 沒錯 這是手工畫的 然後他的大小 然後他的包裝 基本上8萬塊我認為是合理啦 很合理 但是我不會買 因為第一個他的 他是五糧義做基底 沒錯 可是香料味還是太重了 當然是有香料味 這個酒完全不辣 他不會辣 可是台灣人很多人不懂的話 喝到這個香料會覺得說 很好喝 但我們是不喝的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呢 好 來 這一個 這個有沒有一整套啊 沒有嗎 就這樣子嗎 你說這個 對 格蘭麟 他有盒子 他應該上面還有一個水晶蓋 但是我以前收到就沒有了 你收到沒有水晶蓋啊 對對對 這不是應該要有一套 對 它要有盒子 要有水晶套都有 你盒子有是 沒有 都沒有 就只有這樣子嗎 這人家是擺在客廳 看到 喜歡 好 來 這是格蘭麟威登 49年的威士忌 這是49年 他是放在香木桶49年 對 可是顏色好像不太對吧 沒有 他不是雪莉桶 雪莉桶的話會更濃嘛 對 對 它這是高地麥芽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在就是1987年出品的 1987 對 它是1938釀的酒 然後酒精度是40度 是高地麥芽純麥的 40度而已啊 對 40度 40度它可以放那麼久 然後它好像沒什麼蒸發 它沒有什麼蒸發 還是有 它原本應該在這裡 再上去一公分 1989幾年耶 看看你顧啊 對 它那個總比這個 比磁品 它這個磁品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放時幾年的已經到這邊了吧 有一瓶豆的 對啊 那瓶豆比較嚴重 磁品會發比玻璃瓶快 它磁品是問題不是出在磁 是出在那個軟木塞 軟木塞 對 我們台灣 像中國跟台灣做的軟木塞 基本上是可以用就好 以前啦 那國外它們會有一個 那個軟木塞的品質 會有等級之分 而且還會有一個壓縮比 它的比例多少 它們都精密度都很高 好 這瓶酒的話 同樣也有那個 台灣菸酒賣局的一個專賣評證 也就是進進來的 沒有耶 這個沒努力 你說一屆 一屆軟木塞可能 還不錯 還不錯耶 它這個Size的話 還沒有壞掉耶 沒有 好 來 買是買8萬啦 那您估呢 我估大概12萬 好 來 它估呢 是這個格蘭利威的一個酒的話 那是12萬 買是買8萬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格蘭利威這個49年的酒呢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12萬 反而這瓶酒的話有賺到 對 因為這瓶酒 其實它唯一可惜的 就是它沒有盒子 沒有證書 而且並沒有那個水晶桶 如果你一套完整的20萬 絕對有那個價值 那第二個可惜是 它不是原酒 如果它是當時裝原酒的話 你這一瓶現在 有可能到60萬到100萬 就是你完整的 又是裝原酒的話 因為這種高年份的酒 現在光49年的酒 一瓶酒都是8萬 10萬起跳 那個原酒或者是49年 50年的酒都很貴 都不便宜 我是講起跳 尤其是格蘭利威的 它絕對是8萬 10萬起跳 況且你這個是水晶瓶 對 那這個在國際拍賣 2010年有... 傑士德有拍過 大概是2300塊的英鎊 所以也有十幾萬 那最近的威士忌 這三年也增長好幾倍 所以我跟你估12萬 是因為你的... 你沒有完整盒 沒有保障 如果你有完整盒 我會跟你估20萬 老酒你像做格蘭利威的那個威士忌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一個威士忌 亞洲市場的老酒的一個價格 會比較好 還是歐洲的市場 其實現在所有的市場 都是以大陸做指標 大陸漲就跟著漲 大陸跌就跟著跌 這個張先生 你家裡面的收藏 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 有雜巷 有那個... 酒也有 都亂收 都亂收 但是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收藏的還不錯 那也希望你下次呢 能夠再參加我們節目 謝謝你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特別歡迎 來自宜蘭的阿比亞 五個人好 阿比亞 你好 有沒你來的話就不一樣 現場的氣氛就有夠熱鬧的 是喔 謝謝 謝謝 阿比亞 你今天是為誰人來 我為所有老師來 你不是為到蓮老師嗎 蓮老師也是 還有各位老師也是 都是我的偶像 那個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以後記得打招呼的時候 要這樣子做 來 再一次打招呼 來 給各位看一下 來 就是告訴大家我有鑽石 然後呢 我有藍寶石 然後呢 我有什麼 這一塊又是什麼 藍寶石 這是藍寶石 不是吧 紫玉水 這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紫色的耶 我家路人那邊去 好 來 另外還有一個翡翠 另外呢 項鍊這邊呢 也是翡翠 你看 這裡還有一個說不對 還有一個喔 滿天心 滿天心在這裡 我好想要喊救命老師 好 來 問一下 阿比亞 你是你做什麼 沒有啊 就 在路上那個 給電力公司請 算電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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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贏 那你沒贏 對 事要做很多 沒有啦 沒有啦 他買的東西其實 有一個東西我比較好奇 他買的東西有一些比較貴 有一些比較便宜啦 像我手上拿的這一個 他當時買的價格是買1.5萬 你這個是在宜蘭地區買的嗎 宜蘭那邊 然後在哪裡買啊 逛市場 在菜市場 你看到就買還是... 他就叫我啊 他說我跟他有緣啊 然後我就下手買的 我覺得這一件好特別 對 這個色型化喔 標準的白裸青 白裸青的色型 是喔 那個青 青到青嬌啊 在這個部分 青到青嬌啊 很漂亮 就是說買的時候要注意啦 你是黑貨還是美貨喔 你在買的時候 我會做一個建議啦 我...我就是幫老師誇得越大 我等一下... 等一下會燒越大 你看到沒看 要跟別人建議 沒有 你看別人比你誇得厚倍 來 您自己估呢 我不敢估太多啦 10萬啊 知道嗎 你幾年前買的啊 其實你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節目裡面 也來過這種買1、2萬 後來2、30萬的 比比皆是 沒有 將近30年了 那應該有機會了 如果你買對 絕對超過 我們來評估一下喔 這個觀音的預罪呢 買入價格呢 是買在1.5萬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長上的參考價值多少請見獎 14萬 你看買1萬多塊 變10幾萬啊 這個真的是買對了 30年了 而且它運氣很好 一方應該是很難講 恭喜 我說這塊是怎麼樣 這個價錢喔 以前買萬幾塊 它已經30年了 現在 這塊你看 這個地方綠 正綠喔 這個是標準的白鐵青喔 什麼叫白鐵青 白的白 綠的綠 綠白分明 而且它色情分布得非常好 綠的部分 很重的地方 在黑板邊 這是標準的後悔 整個 雖然說雕像以前 30年前的雕刻 沒辦法雕得很棒 但是這個已經是 中上的一個雕刻的一個作品 而且它並沒有任何的 大裂紋或中裂 所以它就是這個價格 東部人都好喜歡收藏這個 來 藍寶石 來 我們先給各位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這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大的當時買的價格就花了10萬 小的買的價格是花了4萬塊 它的那個高度以及蓬度的話 大的這個比較漂亮 但是顏色上面來看的話 大的這個比較偏綠色 小的這個的話是偏藍色 那一般在選那個藍寶石的時候呢 大部分的人都會看這兩個顏色 到底要偏藍還是偏綠 那來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應該要分開來勾 因為兩個的顏色不一樣 大小也不一樣 我想說切切會做一個勾勾的一手 你要做那個勾嗎 做勾勾的 那我們先... 來 阿咪啊 我們先勾這一個好不好 勾大的好不好 好 勾大的 好 來 先勾大的啦 來 大的 這個是老公在帶的嗎 對 應該也沒帶過吧 少啦 你這是在帶沒的 跟朋友買的 這個長度呢 是2.2公分 有2.2公分 超過1.5公分 對 寬度是1.7公分 所以這個以體型來看的話 是滿大的 好 來 它的那個切割比例很漂亮 對 碰到後面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買入價格的藍寶石 買入價格呢 是買在10萬塊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獎 哇 哇 哇 我生賣給你 哇 哇